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会有男生跟女生说 说你再惹我 我就一脚踹飞你 他现在30岁了 他有时候跟PT 我跟PT关系很好 他还是说 我一脚踹飞你 这很难从一个30岁的 那个冬天的时候 还是会剪那种 长得很好看的树枝 耍一耍那种 就他身上一直有着 一直是有着 拿树枝都打血啊什么的 他会有的 我们之前一块拍一个电影 在海滩上拍嘛 然后那个 那个管月有一次 跟我闹什么玩意儿 然后他在旁边差点乐死 我跟管月说啥 我说管月你要是 再跟我讲这没用 你信不信我再给你撂倒 他要给管月撂倒 你差点撂了我的命 那你反之评价一下王天放 刚才没把灯亮了 王天放啊 王天放这人最勤劳 天天那就早就玩舞的 天天就那么干 他没有一次迟到的时候 哎呦 太好了 从来不给团队 你不是迟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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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 太好了哥们 不霸凌他这人 哎对 尤其在组内 他最不霸凌谁啊 最不霸凌罗盛登 那是罗盛登才好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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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 那个罗盛登都要上台了 然后这王天放过去了 说兄弟 好好演 分不重要 你演 你演不好 我亲死你 我都给他亲蒙了 我都啊 哈哈哈哈 非常不错 为人处事相当nice 是吧 那还有一个 你演的王天放两回跌了 嗯 你感觉如何 他在给他爽死 假戏真做了 嗯 我其实 开麦 快乐 呃 我特别想有一个 王天放这样的儿子 那是不对的 我非常不想要他这样的儿子 说实话 我都感觉 不是 非常快乐 啊 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说实话 他演我儿子 特别影响我口碑 说实话 这时候我灯灭了 对一个 不是 就是王天放这样的 一系列角色出来了之后 你想想他这个性格 这个原生家庭 给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怎么变成了 其实我是个慈父 哎呦 但是我最慈爱的一面 没有展现给他 哎呦 哎呦 我哥们 哈哈哈哈 哎呦 我哥们 兄弟 第五赛中 我再压一次你爹 哎呦 我 我真高兴 哈哈哈哈 还要 还有 但是王天放这回 确实他 怎么角色都那么 这么好呢兄弟 全国给他安排 哎呦哇 真假 哎呦哇 但是第一赛段几个助演 我就觉得很不错 富爱如山 第一赛段 我让给他的 哈哈 对对对 所以那你觉得你和 颜佩伦 你俩谁是在这助演王呢 肯定颜佩伦 那没法理解 这也那又咋呢 颜佩伦 人家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爬滚打上来 对啊 这边是新二代 我给他 哈哈哈哈 我说你这个内容 我说 带资进组 这都是啊 太好了 他光光在那儿演 我给大家买咖啡的都是 我说多照照我儿子 我没有 哈哈哈哈 你俩最常说的口头禅是 三二一 哥们 哥们 最喜欢的 酷疼天放的cp名是什么 三二一 腾王哥 哈哈哈哈 你们以为像一狗一样的咆哮 就直接喊 就喊就行是吗 哈哈 不是我们俩有cp名吗 你俩肯定有cp名 你俩大热cp 你俩 腾王哥 腾王哥 去荒岛只能带九口人中的一个 带谁去三二一 喵肉棚 罗盛登 来吧 那我该提 我是不可能带罗盛登 为啥呢 他老让我父爱泛滥 不是 其实我觉得带张成也不错 因为他个儿高 张成不行 不是 你看比方说树上有果实啥的 他就可以宰 但是他吃的也多 也是啊 对吧 那我还是带罗盛登 他长得像野人 碰到野人的话 容易沟通 对 容易沟通 而且我喜欢撸毛 嗯 他头上 我说喵肉棚是长毛犬 所以对我 太好 他是马尔基斯 对 马尔基斯 其实最重要一点 是我跟喵肉棚喜欢聊八卦 你俩在慌脑上没啥八卦 哪个椰子熟的 哪个椰子没熟 哥们那啥漏的 那玩意 他说 我跟你说 那椰子老差劲了 那椰子 今天那个海豹 来 酷酷的天放成立的日子是 三二一 这日子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这怎么会记不住呢 日期吗 金银宝贝的成立日期 三二一搜 9月28号 哪年 他生日 哪年 2011年 哥们他现编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天 9月28号是他生日 那天我们在上课 我为了掐点给他过生日 我订了个闹钟 但是那天是我们的大学的课 然后上课的时候 我的闹钟响了 老是把我叫起来 那个点名 那天金银宝贝成立了 三狗的成立日期是 三二一 不记得了 好好好 主要这玩儿确实男生吧 他没有这种仪式感 对啊 这问题是属于愣提 最近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三二一 七二年 七元 对 我俩说的是一个地方 一个时候 什么东西 前年 新安岭齐元 吵得很狠吗 我骂的话都是这种摄像机 都是拨不了的 你不是情绪超稳定吗 就是他毁了你的婚礼 你无所谓 就是他毁了你的婚礼 你无所谓 我没有毁了婚礼 我就醒了 他也没 他也怎么就毁 毁了他的婚礼 我怎么 他有毁你婚礼的企图 你都无所谓 那时候确实整个音乐都听到了 但是劝架的人还没走呢 我们俩好了就 那你们俩是谁先低的头呢 三二一 我 每次都是我 确实是他 因为我当时我那个测算了一下 就是如果再骂下去肯定要动手了 但我估计应该是打不过 所以想想还是算喽 算了喽 你来吧 快来来吧 来三二一 他想打我呀 对 哎 不是 这是啥问题呀这是 没问题吗 我试一下 我看你 鸡不鸡啊 你要鸡眼了 咱节目就终止结束了 他惊心了 他干这样了 来来 可以开告 吃刀剧 吃刀剧 一会你也可以试 OK了哥们 来三二一 裤装什么行动 处女座 不能打 哎呦 对了不能打吧 对了不能打 对了不能打 那就别问了 但是我 那就太慢了 好了干嘛 当我过了三十 我上升是射手 从现在开始好好来 来 酷疼喜欢吃什么水果 哎 哥们 这上哪 你帮我 你帮我 最喜欢吃啥水果 我喜欢吃山猪 你好 你爱吃山猪 哈哈哈 哥们 我今次打了山猪 他都不会 他不会认的 你打山猪我真认了 来山猪 哈哈哈哈 一直是他打我是吧 啊 不是这游戏太爽了 不是这游戏 那就给我 别给我了 哈哈 兄弟这把玩笑就结束了 就这么打喇叭就啊 兄弟这把玩笑 下一把在医院卢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三二一 天放什么星座 摩羁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放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喜欢吃苹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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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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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喔 兄弟这二一人来了吗 你真爽 你告诉我 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喜欢吃梨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见过你吃苹果 哎兄弟啊 但是我心里最爱吃梨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王内邦不吃什么东西啊 王内邦没有不吃的东西 我不吃西瓜 兄弟我不信 我这么西瓜 这我一个小怪癖 不吃西瓜 我觉得西瓜味很怪 王内邦身高多少 187 84 哈哈哈哈 我跟你多说这还厉害 九的这棒 何事这么打的 我诚实啊哥们 兄弟太诚实了 来来来来 王内邦的生日 一月十五啊 我这都没发动起来 我 你这发动不了 王内邦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天道重新 哈哈 天道重新 哈哈哈哈 三三若水 哈哈哈哈 这俩我鸡 花开富贵吗 兄弟 你这也活着了 我太生气了 还能再有一轮梦 王内邦喜欢的女生 是长发 短发 啊 兄弟你撒谎 哈哈哈哈 你很 我改了 你为了打 你是今天改的 兄弟 你甚至是上一秒改了 你 带来来来 王内邦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谁 我我我我狗你了啊 来 实测 我和他合作过了 你和你跟他合作不就是因为你想跟他合作吗 我现在不想啊 好 我先就发豆罐了 哈哈哈哈 我靠全世界最想合作的元旺 王内邦 我手机呢 哎别别别 这样还做一个问题兄弟 刘盛英跟我说过你们第一赛段那个小品那个sketch 嗯 他每次看展演都期待那一巴掌的力度 还有我们 我有一次打他那一巴掌吗我自己手打麻了哦 哥们他真给我打出金星了 你们知道那种一个嘴巴子整个扇你脸上 就 蹦一下我就有点眼睛白了你知道 我下一次词没说出来 我就开始笑场 那嘴巴真给我扇蒙了 我都想还手哥们 这个我没有录像吗 有有有 有每次展演都有视频让你们掉出来 你把这段之后就放在这个节目里面 让他们看下那那巴掌有多重 其实我也在找一个力度 你知道吧今天 不是 就这回来中间有想过就是换一个人吗 我俩吗 完全没有 我俩是不可能的 对 有这个想法吗 完全没有 谁都有可能我俩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合同里面写了 如果不是王建芳 我就不参加写了 真假的 确实 法屋锅了 法屋锅锅不锂 但是他这个确实可以给你 给你那个啥 对 法屋锅没必要写的落在合同里 因为没人想拆散你 哈哈哈哈 我过程搬了一天大事日结婚 对 嗯 很快乐哦 你能体会到 但是结婚的时候 中间有些事吧我也是略有耳闻 什么事 你看一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些视频 ok 哈哈哈哈哈哈 这这 哥们还有条照片 这是什么 哈哈哈哈 抢婚了 哎呗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跟褚褚认识吧 认识啊 他当时在那个在唱歌 对 然后那个王晨放 我唱的很好 我想当一个我想表演一个疯狂的粉丝 我想往什么台上巴 在我的婚礼现场是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对 所以就要给他串下去 他这一脚串我脸 哈哈 听我 哎那一脚不亚于那嘴巴子 都很爽 对不是 还熟 串实了吗那一脚 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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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有一些肉体上的痛苦也是你自己寻求得来的吗 我觉得甚至觉得他有点享受其实 他有时候会激怒我 哈哈哈哈哈哈 行了 这段是剪到这儿了 哈哈哈 行了吗 不用不用往他录了接往上 啊 我觉得问个走心的 来走走走 你觉得结婚的事或婚后 对你现在的状态有变化 他对我的人生的整个的 都是有改变的 真假的 我跟你讲一个事啊 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的男生而言 领证跟办婚礼是两码事 真的 对 因为领证其实你领证的当天就早上你去拍个照片 然后就完事了嘛 然后好多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宣誓啊那些 你就只是有一个证到手里面了 但当你在就是那一天你跟你的老婆你们两个是主角 然后你看到台下五六十桌的人都是为你们而来 满满的全都是祝福 然后你看到他的父母看到你的父母坐在台下的时候 然后你在台上去宣誓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把自己之前领证的时候私藏的财产才真正的交给老婆 我跟你讲会有 因为我办婚礼当天我就是跟我老婆就表态了 之前我挣的钱就我俩一人一半 就我给他花一半然后我自己花一半 然后我俩结婚的当天晚上就我就哭了嘛 我就开始表态 我说以后钱都归你管 然后他现在就每个月给我拿点零花钱 但他就是真的很快乐 让你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真的是你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家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以后有宝宝了这个世界就属于你们三个人 那这个对你的事业有什么改变吗 成了人夫之后 变得更那个 对变得没有那么尖锐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个顾腾也是属于那种之前是就像炮脏一样一点就炸了 对 整个人看着没有那么锋利了 就很很 就更舒服一点